博古开来告诉薄熙来 这是由徐明出资 为其在法国购买的房产 可以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 将来留给博瓜瓜经营管理 薄熙来听后 对其想法表示支持 而常年以来 博古开来及博瓜瓜 博瓜瓜陪读人员张小军出国 回国 以及中途到国外旅行的机票 旅游费 均由徐明支付 当然 徐明也通过博古开来 从薄熙来那里 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据博古开来证词 徐明向其提出 想收购万达足球队 他就向薄熙来推荐 并让薄熙来积极促成此事 而最后 薄熙来表态 将大连足球队交给石德集团 改名大连石德 并在大连石德成立时 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而当徐明向博古开来提出 想在大连引进直升飞球项目 博古开来便将徐明的想法告知薄熙来 并让薄熙来在大连选最好的地段建设该项目 事后薄熙来亲自到星海湾广场 为该项目选址 而据时任大连市副市长 刘长德的证词 该项目以租赁方式办理了用地手续 但一直没有缴纳土地租赁费用 也未办理相关建设用地手续 博古开来对于薄熙来的影响 并不止于贪腐上 也延伸到了人事的安排 这在博古开来案中有多处的体现 根据博古开来自己的讲述 自2011年5月 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 想当市委常委没能如愿 有一次 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我说 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 他本人也在场 还有一次 王立军告诉博古开来 他能不能当市委常委 就是薄熙来一句话 晚上薄熙来回来我跟他说了 薄熙来很生气 博古开来说 而据博古开来称 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郭维国的任命上 他曾向重庆市委组织部 原主要领导打过招呼 郭维国对他比较感恩 郭维国后来在 博古开来谋杀尼尔伍德一案中 对其进行了包庇 最终 他们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2014年6月14号 当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被宣布落马之后 于立方这个名字 在新闻里爆红 于立方是苏荣的第二任妻子 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 在江西政商界 有余杰之称的他 被指多次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 土地出让 房产开发 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 而不少江西省内的高级领导 以贿赂于姐的方式 便向贿赂苏荣 以此获得苏荣的信任和提拔机会 曾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 新于市委书记的李安泽 为了讨好于姐 不仅以价格千万元的 富报时名化相送 而且被举报称其违规 将三百多亩土地 廉价出让给于姐介绍来的商人朋友 致国有资产流失近十亿 在苏荣主政江西期间 于姐介绍到江西来的商人朋友 不计其数 据因贪腐问题 以锒当入狱的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原县委书记 邝光华在法庭上称 苏荣妻子对安远县的木矿很感兴趣 想把他收购过来 曾派人到赣州洽谈 邝光华被要求居中协调 促成此事 但最后 苏荣妻子未能如愿拿下该矿 跟令计划之妻古丽萍一样 于立方也曾公职于中国民生银行 她退休后 又被民生银行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也因此 民生银行被指内设夫人俱乐部 多名高官夫人 指领工资不上班 在2012年 当地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民生银行赣州分行的开业典礼上 于立方以民生银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出现 于立方还特别热衷艺术收藏 从景德镇运走的陶瓷收藏无数 在江西 于立方的身影 频繁地出现在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 也因此 留下了一个贪得无厌的骂名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对记者说 苏荣不仅自身腐败 还纵容家人亲属 善权干政 利用影响力寻租 搞家族式腐败 在官方的多次表述中 苏荣腐败案 依然成为了家族腐败的典型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阿茜